歡迎回到博恩夜夜秀的現場 我們今天的第一位來賓 大家一定非常熟悉 他之前製作過的很多系列都霸佔著發燒的排行 大家一定知道他是宅男界的人生勝利組 讓我們來掌聲歡迎頻道超過120萬的YouTuber JO MAN! 大家不知道但是我前幾天才去上你的節目 對然後我們那天聊的沒有很尷尬嘛 我們那天我覺得講的很好欸 我好怕你陷害我 我覺得那天的節奏主要是在於主持人的不同 喔是這樣子 對 唉唷 唉唷 好啦這個我心服口服好不好 因為我真的說實在我不會主持 但是你之前就主持過非常多的那種電玩實況 喔對我以前比較窮的時候 你做多久啊 你是大學的時候就做對不對 我大學就開始做 那個時候從大四一路做到大六 然後 然後畢業之後就是大概做到了兩三年前 我都還會接我每年都會接電玩展啊 然後很多很多一些發表會啊 然後主要是電競的一些轉播 我以前會在未來娛樂台轉播比賽 會跟許展元展元哥一起轉播比賽 喔哇喔 那你剛開始的時候會吃螺絲嗎 或是很尷尬嗎 會啊會吃螺絲 喔還算給片子 然後 誰天生不會吃螺絲啊 我會啦我會 但是有些人就是他大腦很聰明 他真的比較有天分 然後口條就會一開始就比別人好 他也是有可能的 那你一開始有很挫折嗎 因為我現在超爆挫折 所以我不知道要怎麼辦 一開始很挫折啊 就是 那你要怎麼練 我以前會一直聽自己的影片 喔 但是很痛苦喔 一直聽自己的聲音 到最後就是會有點討厭自己 對對對 我現在正在那個階段 不會啊我覺得你有進步 謝謝 是我剪接功力有進步 有 你剪接功力 這個跳檢還有萌太奇的手法 越來越熟練 是是不錯 越來越多crossfade一下 好那可是現在大家都會知道你是因為你轉型變成youtuber 而且轉我覺得超級成功的 因為你今年年初的時候訂閱多少你記得嗎 我印象很深刻的是去年年底 我有採訪去年17年的幾個新的百萬youtuber 然後那個時候我剛過50萬訂閱 我印象很深刻的是那時候我給心裡覺得說 不可能18年一定是不可能 100萬訂閱 怎麼可能 我那時候三月碰到你 你就說我一定要今年破啊 真的嗎 對啊 三月就是我囂張了 對啊你超囂張欸 所以三個月就不一樣了 而且那是我第一次看到你 都想說喔好 我去年11月的時候還蠻謙虛的 就是去年拍那支影片的時候 可是我必須要講 那時候三月 然後聽你之後想要做的一些企劃 我就覺得真的是會破 然後後來果然就破了 對決系列怎麼想出來我覺得很屌欸 對決系列主要就是把我們的 因為大家就是把炫富合理化 剛好也符合你本人很愛做的事情 沒有啦 認真講 因為你知道國外有一個很有名 我不知道有沒有看過 很有名的食物對決系列 他們會什麼 100美金的壽司對決 10美金的壽司 然後我覺得這個題材其實很好 但是只做食物太可惜了 我們決定做的就是想說我們也可以做 但是就是食衣住行 各個項目 各個項目都來給他做做看 沒關係啦 抄襲就 就是抄襲 沒有啦 看 反我們 說要抄襲 這個布景 不要看 不要看 這個樂隊 不要看先做 九哥先做嘛 你不Q我還真的都要刪你這件事情 九哥別 你們要趕快躲起來 不要再 好啦 那既然都講到這個 你最近也想要出來做 對 我們也做了一個新節目 叫做Joman Show 只是現在 現在觀眾可能還沒看到 我們這個禮拜會新上第一集 這個禮拜周末嗎 對 然後我們那時候 雄心壯志啊 想說大概從四五月開始企劃 就是要對決拍到中後期 就開始要弄這個節目 想說太厲害了 我們一定要弄一個網路第一個 脫口秀節目 不要再說我們抄襲 然後就看到博恩演藝秀的錄自己 可是 我很好奇 你之前就做過 Joman 九件事嘛 對 那這個跟你現在要做的Joman Show有什麼差 喔 其實 節奏比較不一樣 大家如果看過Joman 九件事 它是 也是訪談的節目 但是它更 側重在一個人的專訪 所以可能會從頭到尾 從他為什麼 會當網紅 會當YouTuber 會當實況主 開始聊 然後它會有點這樣子線性的 可是 現在的Joman Show 的脫口秀 我想要做的是比較綜藝化 它一樣會有訪談的性質 可是它會直接的斷落式的 直接說 好我今天的來賓是誰 然後例如現在這樣 這個就出來了 然後我們可能還是會聊一些 比較重要的題目 可是接下來會進一些比較綜藝的橋段 所以之前有 你會說比較深度嗎 如果要說深度之前的確會比較深度 對對對 因為我有看就是 像呱吉那一集 我覺得非常勵志的故事 你是不是只有看呱吉 沒有啊還有 當然要看 丁特那一集 你可以跟大家透露一下第一集來賓會是誰 我們第一集的來賓是 反骨男孩 然後我是有整團都有敲到 哇 那這個要深度訪談也是滿不容易的 而且 第一集的來賓就把預算花完了 所以我們第二集就比較請電檔性質的來賓 也就是 博恩 不客氣 不客氣啦 可以啦可以啦謝謝 沒有就是博恩很支持我們啦 互相啊 我們因為 我們到時候也是希望說這個良性的競爭嘛 不會啦我覺得其實性質不太一樣 其實我必須跟大家講 我個人 因為我做節目啊 我同時也是製作人 然後我覺得博恩這個節目有非常大的難度 其一是他有現場觀眾 有現場觀眾其實整個壓力是一定更大的 然後其二是你們的實事性非常的強 所以你看像 假設像金馬獎這個段子 或者是像你現在寫 誰會當選九都 就是市長好了 你現在寫你根本猜不了誰當選 對啊對啊 所以這會是一個空窗 所以其實你的難度非常的大 那我這邊其實 比較還是在訪談跟綜藝的部分 你有預計酸民會來嗎 酸民喔 我覺得 我說實話啊 就是我現在做節目 如果下面沒有人嗆我 或沒有人酸我 我是有點沮喪 因為 這個要聽一下 對這個邏輯是什麼 以演算法來講 這支影片只有被推播到我自己的同文層 喔 所以是一個擴散層 對 所以今天一旦有人來罵 代表他是有陌生流量 是 所以你看到我的經驗 只要這支影片開始 狂罵 但除非是這個影片的本身題材 還有爭議性啊 不然只要影片下面出現一些陌生的觀眾 這種陌生的沒看過的名字在罵你 代表 很有可能這支影片會成功 大紅 喔 因為他被推播出去了 所以我的分身帳號還可以繼續罵嗎 可以沒有問題 你就繼續來 我繼續封 我博恩六號 所以我們剛剛稍微聊 聊一點這個酸民的東西 嗯 你覺得怎麼看待這個 你現在都看開了嗎 你還是你不會受傷嗎 我覺得 當然一開始會很挫折啊 因為你知道人 就是人性會覺得說被批評一定會不開心 可是我覺得人到 尤其是像我們做網紅做YouTuber 或是藝人也是如此 我覺得到達一定的高度之後 你是沒有辦法討好百分之百對不對 當然 尤其是120萬訂閱對不對 像我們這種 我們剛剛破14萬 所以我們還在找 我們還在找同溫層啊 我14萬的好處 有 在下面嘛 對對對 兩百 有啦 我覺得願意來現場是很厲害的 是啊 還算幸運 所以我覺得是 回到剛剛酸民的講 我覺得沒有辦法討好所有的 而且人到了一定歲數之後 你就會覺得 有些事情是無可奈何 就是 有些人就是討厭我 這就是沒辦法 好啦 那希望你的新節目 不會有這種事情 可以跟大家追 到底會在哪些 是 平台上面上嗎 然後播出頻率之類的 每週一次跟你一樣 我們看誰的節目先收 OK 欸 但是你先開始三集 我早就 等一下 我可以讓你三週 那我們就以 台灣最強壽的網路通告秀為 為目標 OK 沒問題 我待會兒不然通告會被還你啦 哈哈哈哈